嗨嗨麻糬新鲜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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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何尔 欢迎来到我的果山 第一个吃的这个 你们之前没见过吧 这也是羊鸡 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我忘了 但它吃起来非常的脆 非常上头 我一开始不想撑 在那边有试吃 试吃我就吃了一根 发现哎好好吃啊 结果前面那个女的她也撑了 那我就紧跟其后也撑了一点 有点害人啊 这玩意儿有点上头 吃下去就是奶奶的脆脆的 有点像芝士棒的感觉 第二个是巧克力马芬 速度有点快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期末吃的比较多 每个的这个东西 不能占用我太阳时长 时装超过一分钟 有那个广告嫌疑 上面顶的都是核桃仁 这个吃起来稍一点甜 但是味道还行 这一整期就是关于我的 期末吃喝辣撒 要顺便祝福一下各位啊 不管就是看我视频的 点赞的还是投币的 还是没点赞没投币的 我都祝你也就来年都好运 期末逼过啊 逢考逼过 该脱单的脱单 该报复的报复 当年能点个赞是最好的 前阵不是那种生桶蛋塔 特别的火吗 哎杨基他也搞了 但是我真的是 吃西吓 就这个顶肉松 真的是我第一次见 我的妈呀 你看看我 而且那个肉松还就是脱离了 你们懂吗 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配料 就像是那个芋泥波波奶茶 把那个波波 单独打包的那种感觉 你看到表情就知道了 我脑子出现了大问题 这个肉松我严重是怀疑 从辣松盒子里面扣出来的 但这底下还有个马鼠 哎 这个是不是也从 辣松盒子里面扣出来的 忽然反应过来 杨基的黑森林蛋糕 我认识第一次见 我在打开这个盒子 不小心把这个手 整个扣进去了 我尝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还不错 这个瓦下去的 就口感比较的绵软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层次 你看上面撒着这个可可粉 还有一些巧克力的切片 我觉得还可以 而且里面是混合着咖啡的 就比较的苦苦的 然后蛋糕又是甜甜的 混合在一起 不会特别容易腻 里面有这个巧克力的痘痘 下面真的是杨基的领军人物了 就是有谁还不认识他俩吗 他哥哥俩 这个是黑芝麻 这个麻薯虎皮卷 因为有好多宝贝都cue我说 想要看我吃酱多多了 那我就一次性给你腻个够 如果说这个不是杨基第一腻的 我真想不到 第一腻的还有谁 它要比那个纯虎皮爆浆卷 还要再腻 你是因为它里面有黑芝麻和麻薯 我一般就是有段时间想吃的话 我就点一个这个 而我吃完以后 我就会有段时间就不想了 特别特别满足 比如看我现在还蛮精致的 像一个人一样 是因为我还没真正的开始 这个搞期末的东西 我真正开始搞期末的东西 我真的是蓬特个面 就是每天感觉不像是人活的日子一样 总而言 这就是现在还不虚 现在还不虚 有的是时间 这个是辣酥麻薯盒子 我发现真的不能网购 因为我有段时间在家里面 我也网购了 它那个辣酥麻薯盒子 真的没有这么的辣丝 它你们这个麻薯 我现场买的时候 这辣丝能拉的特别有弹性 而且整个盒子就是满满当当的 看来就非常让人有食欲 你们这个辣酥铺的还蛮厚的 这样吃起来就是有点咸咸辣辣的 然后再加上酱 就不会有之前那么腻 我在卢西盒买了点东西 前方有点高能 然后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个长得像南瓜的小饼 看起来就非常的可爱 一般这种可爱东西都比较难吃 记住这个真理 这个不好吃 只有甜味 所以就一连我鸭糖上面 第二个吃的是一个 这个紫薯榴莲那个小饼 就是蛮臭的 哦不对 是蛮香的 里面这个紫薯混合在一起 内馅比较的细腻 俩卢西盒的肉葱小贝 大家知道 我一般是不尝试 其他品牌肉葱小贝的 这次就是心血来潮 想尝试一下 到底和波师傅有多大的差距 你看这里面酱我挤出来 还是有一部分的 怎么说呢 可能是因为波师傅在我心目中 已经到达了封神的地步了 就是我吃其他品牌 我再怎么回事都没有 觉得有波师傅好吃 就是觉得波师傅那个肉葱 就特别的酥脆 这个是板栗烧 不建议买 不建议买 还有跟那个南瓜饼 一个道理 就是很甜 然后本身粒子有比较腻 然后他就只能四个买 不能单个买 那个南瓜饼还可以一个一个买 这个吃多真的是有点腻 甜腻甜腻的 没有其他味道 美女咬手 来肯德基打卡一下这个炸鸡 还有一个奥利奥芝士奶盖奶茶吧 都是新品啊 也不知道这期视频发的时候 还算不算新品了 这个炸鸡 我之前点完卖 吃过一次 我觉得很好吃 这一次是我第二次吃 就是为了给你们拍一下 第一次就没有拍到 它是分那个酱油味 还有甜辣味 它那个酱做的很入味 然后那个味道比较重 我不喜欢吃那种稀稀水水的 我吃炸鸡必定要就是 它脆脆的外壳上 裹满着满满的酱料 这样我觉得特别过瘾 其实这两个口味啊 我当时第一次吃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差异 后来我在吃的时候 觉得酱油味 它是偏一点咸 然后带着蒜香味 甜辣味的话它就是偏甜 甜度更高 点然后带着那种 微微辣 微微辣 就像韩式炸鸡那种感觉 这个我吃的就是酱油味道的 我感觉这个炸鸡冷了以后 它表面上都要凝结成一层糖壳了 这一次没有点到那个肯德基 有一个什么瀑布知识宝吧 哎呀我一直想点 我去了两次都没有点到 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怎么不供应的呢 其他城市怎么都在供应呢 取得这个鸡汁子有一点点吃饱了 喝一下肯德基的饮品 我也是提心吊胆的 因为采过太多太多磁雷了 而这一次我用我的嘴啊 把上面的奥利奥和这个奶盖 给一起吃 把它勾过来啊 把它就混合在一起 强行在一起吃 觉得是有点点腻啊 后来呢就是我用吸管 吸了一下下面的奶茶部分 有点像港式奶茶 它那个红茶的底调还是有的 就这个吸管你是给错了吗 你让我怎么吸得起来 这个珍珠 这是怎么一种新型吃法吗 钓鱼吃法 作为一个美食区 RF主的素养 就是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我又来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点到 那个吃水瀑布包 所以我点了这个最近非常火的 叫什么肉松鸡腿啊 就是上面这个感觉 非常像肉松小背 然后把它给搬到了鸡腿上面 第一次我点外卖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咋好吃啊 这个玩意儿 但是我怕是外卖的原因嘛 所以我就到店里面吃它趁热的啊 也觉得就那样不太对味 因为我不喜欢 就是把鸡腿搞得甜甜腻腻的 又点了一个水瀑布啊 我没有点那个单层的 我点了双层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生气啊 我没有点到那个知识瀑布包 根据我的一位女明星朋友的吃法 把这个土豆泥放到汉堡上 这样口感更佳 我也学会的 我发现我真的好久没有吃过 除了什么炸鸡宝 什么牛肉宝之外的 什么鲜虾宝 或者是雪鱼宝了 我真的好久没有吃过了 我第一次童年时候 记忆中最好吃的是什么 我们那个田园汉堡 阳光照耀在我的脸上 是不是觉得此时的画面非常的温馨与温暖 非常有那种节日的氛围感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照在我脸上 我脸满脸通红啊 眼睛都睁不开 准备走的时候 我又吃了一个巧克力双卷冰淇淋 上面还有珍珠 这是我目前为止在肯德基吃过最多的冰淇淋 自从那个田桶的那个底啊 从那个桶变成那个尖尖的 以后我就开始吃这个碗装的了 就不吃那个脆皮了 除非他给我买一送一卷啊 我就可以一个人吃两个 这种情况除外 这期视频先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拜拜